健康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情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二台午餐会谈的是 网络怎么用 都说网络其实能在周也能复周 如果好好运用的话 能串联起的是爱与善的这个网络 继续看的是我们透过网络连线 是到马来西亚的 要请马来西亚基隆坡的主播 告诉我们在这波疫情之际 如何善用网络的即时传播和高互动性 把素食美味大力推广出去 我们看的是来自于 吉隆坡的连线报道交给主播 贾正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音音 这里是马来西亚基隆坡现场 迎接慈激环保30周年 雪龙慈激之工在脸书平台上 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 素食料理挑战比赛 鼓励民众录制自己的拿手好菜 上传到脸书群主与众人分享 甚至有妻子因此处义大增 网 胖孤贩端上桌 成功征服 家人味蕾 不会太咸 对照看看 最近 最近比较 多元化 你可以大声一点吧 刚才讲 我觉得我给你做了一个食品 要加酱油 照着素食料理挑战比赛影片 一样画葫芦 提升厨艺之余 家人也更期待每日用餐时间 说了一两个 其实还可以 还算是成功 所以就有幸福 越赞越有 一开始煮 之前煮的都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 它就会抗拒 比如说他煮过怎样的菜色 菜心煮熟了就放酱油 豆腐蒸好了就放酱油 鸡蛋煎好了就放酱油 其实不是寿司难成是我煮得不好 后来有一时解剖 我就跟着他煮 他现在煮的时候 我都不会去看 我就拍一 叫吃饭哦 然后一坐下去看 哇 石家燕也是经营 素食料理挑战比赛脸书的志工 趋速背后 还有多位伙伴一起参与 剪着看 对 所以我们是 整个竞赛它变得非常有趣 而且最重要是 更加有动力 跟媒体力量的结合 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说 几百万这样子 这样子去做爱杀 我们要需要办多少场爱杀 其实这个不是我们的小编 好像师姑他就会跟他讲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他们就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它里面不是只是一个单向的 我post东西就算了 它就会有一个交流 交流厨艺也谈论美食 当中还找来专业医师 讲解素食营养 吃素容易不够铁质啊 研究我发现 不管你是吃肉的人 或是没有吃肉的人 患伤贫血的机会都是一样 一生才都有很高的铁质 所以说你很难铁质不够的 植物的铁质啊 你需要多少的吸收多少的 善用网路无远福建 让更多人接触蔬食 也吃出健康好滋味 大爱新闻陈信云 林彦均 马来西亚报导 一个月内 这个脸书群主 已经累积了273则影片 相信未来有更多的食谱 可以做参考 不需要再炒菜加酱油了 众多参赛者当中 有两位家庭主夫 他们进得了厨房 也能够发挥创意 拍摄和剪辑烹饪的影片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 吸引了许多人的赞赏 这道菜名 香菇尚采 长出的是一位家庭主夫 一面拿锅铲 还要面对镜头做讲解 让市场有重要任务在身 因为我们正在拍摄一个影片 素食影片来推广素食 传达一下他们 多素食多样发 素食不是只是 我每天煮那个菜来吃 每天都在吃菜 没有一点发股 我发觉到素食 每次我都在加饭 56岁的杨世强 一年前由婚转素 要如何煮出色香味俱全的素食料理 幕后网络军师事工程 比如说马铃薯和土豆 怎么样煮法 它说出来的时候 你是选择哪一个味道适合你的 主要是看它怎么样配搭材料 我看了我就会煮了 将自己所学分享到社交媒体 杨世强希望带动更多人 一起来吃素 肖国伟负责影片拍摄 这也成了他休息的艺人学问 我不是一个专业的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凡人 之前我是有看很多的影片 然后从中我就学习 人家怎样抓那个镜头 都是要经过你很多次的练习 有心就不难 两人同样为了推广输食而努力 香菇上猜色 材料 再加上科技便利 无疑是趁速的好帮手 大爱新闻陈静云 林延军 马来西亚报导 谢谢 此机志工借助社交媒体的力量 除了推动素食 也借由专业的营养师和医师 在平台上为大家带来正确的饮食观念 让所有人素得精彩 吃出健康 好的 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佳蓁 好 素得精彩 吃出健康 的确在疫情当下 多吃一餐素 不只是减少病毒入侵的机会 也给地球能够有一个降温的机会 刚刚其实好像都闻到了 那个菜跟香 尤其每一位所谓的主夫 或者是厨艺专家 每一道菜都看起来挺有创意的 也或许可以请音音 再告诉我们这个素食料理挑战赛 还有什么有趣故事吗 好的 德嘉珍 其实这个素食料理挑战赛 是吸引很多人参与的 那也包括了我们这位爱吃甜食的主播 赵峰 他也参与其中 那他的拿手好菜是地瓜园 在这个参赛者当中呢 还有母女 妻子 兄弟等等的 那我本身呢也有出一点点的力 就是帮太太和小朋友 就是拍摄和剪辑 那这个比赛的成绩呢 是在11月初公布的 也恭喜我们刚刚新闻当中的 肖国伟师兄啊 荣获素食挑战赛的第一名 他非常的用心 累积了33000多人次的观赏和按赞 那他在现实生活当中呢 也是非常用心和用力的去推广 他的素食 那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可以到脸书搜寻Tasty Veggie 那就可以参考到 马来西亚风味的素食食谱 好的 佳蓁 好 3万多个赞 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赞赏哦 也恭喜你们这个比赛 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也要给我们的主播加加油了 赵峰继续加油 继续去烹饪出好吃也好看的美食 谢谢音乐的连线报导 感谢观看